第706章横扫棋盘战场 大雾中 王轩身穿雨衣 猛力一盏袍袖 简直要兜起天地 管他什么元神轮回 岁月如刀 还是巨大的手印 以及砸他长空的鲜铁棍 都在大袖横击的范围内 这一刻 他动用了数种神通术法 首先是秀李乾坤 瞬间遮盖了虚空 似是要将所有人都给收走 流光的那支队伍 最先遭遇着兜天一击 因为这些人就在附近 且没有流光反应快 当场就有四人被收了进去 落入那庞大无比 仿佛要遮盖 这整片天穷的羽衣大袖中 四人当时就猛了 这是什么怪物 他一个人而已 在同时对抗他们所有人 其中包含流光 年末 便以双头人等 在他们眼中 这个出臣的男子 不像是真仙 而像是更高层面的 天极生物驾铃 出手就是大神通 是只手能灭一方道统的人 银发女子流光急速倒退 而年末也是脸色骤变 都颇为心惊 被收进大袖中的四人 全是破现者 绝非凡俗 是流光带来的同路人 不然也没滋出现在此地 结果砰的一声 王轩震动袍袖的刹那 四人惨叫 在兜天大袖中被绞碎了 雷火一卷 化成飞灰 速速坠落出来 大袖遮天 接着 年末身边也有两人被卷走 轰的一声 在王轩的袍袖中爆碎 这一幕震慑人心 舍此之外 王轩同时祭出羽化天雷 在袖口外 无尽雷霆 像是瓢泼大雨似的倾泻 洒满天地间 附近到处都是雷火 此外 他还施展出了斩道剑 交织在羽化天雷中 剑气冲销 与无尽闪电为伴 秀里乾坤没能兜住流光 年末 双头人等 这是为他们准备的 像是乌云般的大秀之外 闪电轰击 雷火漫天 更是有巨大的剑芒撕裂虚空 刚猛而霸道 和那从天际砸来的铁棍撞在一起 也迎上了高空上那个辐射仙道物质的洛胜 在激烈的大爆炸声中 长空破碎 数种仙道规则冲撞 这是顶尖强者的血腥混战 王轩的袖子破碎了 露出手臂 但是这样更可怕了 他毅力虚空中 一拳砸向那个浑身 都在辐射特殊仙道物质的男子洛胜 砰的一声 天空中爆起一片血雾 那只曾经将地面 积出百余里大峡谷的手掌 被王轩打穿了 血液流淌 洛胜一声闷哼 他确实很强 在养生主大圆满时 曾经三次破线 而后才羽化成仙 一路高歌猛进 现在 他辐射着浓郁仙道能量的右手破碎了 被人打穿 不仅巨大的掌心 出现破烂的血洞 连五指都断掉了 他不得不收起庞大的法体 原本一掌向下暗去 有破灭 整片山河之势 现在却是他自身遭创 王轩的另一手扬起 和那根粗大的鲜铁棍撞在一起 徒手硬撼着根压他虚空 迸发着绚烂鲜光的沉重兵器 变异的双头人的两张面孔的神色都变了 他肉身之力无匹 破线者中有几人敢赤手接他的鲜铁棍 换一个针线的话 直接就爆碎了 会被他一棍打杀干净 可是 眼下却是他的手指缝尖在淌血 被震得不清 手指尖的软肉被撕开 滴滴答答地向下落血水 变异双头人在高天上身体摇晃 脚步不稳 提着铁棍亮墙倒退很多步 这是谁 他们盯着王轩都很震惊 这是哪来跳出来的破线者 总感觉他接近天极 甚至就是一个天际生物 那是超越羽化灯线的大境界 对应着王轩母宇宙的木天境 哄 王轩再次出手 另一支完好的大袖 向着地面上黏默那支队伍兜去 当场收起来三位破线者 他轻轻一阵 袍袖中血光崩陷 而后又被雷火轰击 成为灰烬洒落了出去 清理得差不多了 你们几个过来吧 他喊话道 很明显 秀李乾坤 无法直接将那最厉害的几人兜住 但是却将刘光 黏默身边的人灭去了五成 想让我轮回 来啊 王轩凌空而渡 震慑四方后 开始俯冲 向着刘光和黏默扑杀过去 他驾驭雷电而行 右手扬起 向着地面劈去 巨大的刀光无比恐怖 将银发女子刘光那里淹没 天摇地动 地面被剖开 出现一道像是天前般巨大的黑色缝隙 深不见底 刘光躲过了这一击 眉心前剧现出一盏灯 照耀出一篇又一篇经文 书页不断翻动 他动用禁忌手段 演绎现实轮回世界 这比早先的精神放逐还要可怕 这次 他针对王轩的元神 想对他进行六次灭度 让他不生不死 精神沉寂 而后衰败 精神领域 无处不在 尤其是 这里毗邻最高等精神世界处在祭天之地 刘光施展这种秘法 有天然的加成效果 精神笔墨勾勒世界 牵引轮回 包围了王轩 让他的精神仿佛要遗忘于舍弃肉身 挣脱出去 王轩面色冷漠 他的元始之身在成仙大劫中都没有毁掉 坚固无比 锁住了元神 形体和精神完美结合 共鸣起来后 驱散不适 下一刻 他运转石板经文 元神真形出现 眉心抱射无以伦比的仙光 贯穿了对方的精神领域 入侵所谓的轮回世界 啊 刘光一声惊叫 身体如梦幻泡影 从原地消失 他反映神速 自精神轮回世界中退出并避开 不然的话 他可能会遭受反噬 会被王轩盯死在那片特殊的精神天地中 所有这些精神手段 都是在思维火花的刹那蹦剑中完成的 快到让各方都没有反应过来呢 王轩跟进 一拳向前轰去 霸道无比 没有道理可讲 对方以精神规则针对他 现在他则是野蛮冲撞 以肉身之力带动无量仙光 杀到境前 他的拳头比之双头人的仙铁棍 仿佛还要沉重 打爆虚空 压制到了刘光的面孔前 就要接触了 他一头银色长发 都被冲击地飞舞了起来 眼中印着王轩的拳印和身影 刘光全力反击 规则仙光构建符文 数件仙气护体 他倒退的同时双臂交叉 阻挡对方的猛烈攻势 并且 年末的岁月九斩爆发了出来 在后方攻击王轩 解救那黄黄拳光中的美丽女子 哄 王轩这一拳 贯穿了虚空 轰碎了数件仙气 震馈了刘光的护体符文规则光幕 和他的双臂撞在一起 扑的一声 倾城之姿的刘光双臂炸开了 胸部出现一个骇人的血窟窿 王轩的拳头打进去部分 刘光确实非常不凡 在王轩解锁自身的情况下 并没有被这一拳彻底贯穿 也算是肉身极度强大了 毕竟 王轩的破线次数 不是常人能比的 极其反常 传出去的话 会惊住很多人 不比其他境界 毕竟 距离羽化登仙境界有些远了 单说他在养生主层面时 曾踏足十五段领域 即便眼前 这些人道行高深 都是羽化六重天以上的真仙 可对上他 也都显得不过结实 扑 刘光虽然抵住了 并没有暴体 但最后还是有全光透出 他自身洁净所能化解 横飞了出去 王轩这样看着出臣 但却无比霸道的超凡者 让他心惊 他刚才险些就被捶爆肉身 实在太凶险了 与此同时 王轩周围二十七块金色竹简旋转 绚烂夺目 羽化神光四照 这些都是他具现化出来的 金色竹简勾连规则 挡住岁月九斩 事实上 每一块金色竹简 都是一页真正的至高精卷 九口岁月之刀 被逗王轩观想 仙情金色竹简 具现化出来的金片碾爆了 扑 年末倒飞 被二十七块金色竹简撼动本源 在剧烈的对轰中 他满嘴都是血墨子 让王轩深感意外的是 天空中变异的双头人 竟和辐射特殊仙道物质的洛胜 对轰了起来 不过倒也不奇怪 那两人早先就厮杀过 你们两个还有心情血拼 直升殿的女子出现了 他在对双头人和洛胜开口 道 这人大概四次破线了 不先对付他的话 在这片封闭的战场中 我们可能会被他分别击破 斩杀 他虽然栩栩如生 有风华绝带的滋容 但依旧是个指人 并不是血肉之躯 他以为王轩是羽化中后期的人 所以估测他四次破线 根本不知道 王轩刚踏足羽化登仙两重天 王轩没有理会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再次杀向流光 这一次 年末浑身时光符文流动 竭尽所能相助流光 但是依旧不够看 他的身子被击穿了 横飞出去 同时 侄女也出击 那口指刀爆发出刺目的规则之光 斩碎虚空 结果在王轩那晚 若可以照亮大宇宙的全光中 指刀崩碎了 便一双头人阴阳二气流动 轮动大棍杀来 还有洛胜也降临 全力去血拼王轩 他们见到眼前那一幕 都深感压力倍增 怕被王轩逐一灭掉 噗 在这些人进宫时 王轩将流光半边身子打爆 这个美丽绝伦的女子 无比惨烈 被生情了 王轩没有格杀她 而是林奇 猛力地置了出去 让她划过五百里的长空 砸向燕雀等人所在地带 她没有击杀此女 她是生是死 交由燕雀去处理 同时 王轩手中再次多了四颗棋子 是从流光身上搜刮到的 你们 都将棋子交出来吧 不然的话 这里只会剩下一地尸体 王轩只深毒对满身是血的年末 风姿绝世的侄女 阴阳二气互补 与共计的变异双头人 还有取出一个黑葫芦的洛胜 与此同时 一个金角男子 带着一些人也临近了 更远处 有些破现奇才也在逼近 进入这片战场 王轩脚步平缓而有力 向前逼去 独自面对几大高手 也在扫视其他临近的破现者 第707章 一个人的猎场 仙家顶尖大叫圆址 棋盘上淡淡的线条交织 雾气翻涌 遮蔽了破现者的神感 挡住很多人的仙道法眼 附近的几支队伍都来了 无论怎样说 这么的强大的能量波动 还是引起了周围人的高度戒备 金星 一块来杀敌 年末喊话 岁月九斩居然都被人从容地破掉了 让他强烈不安 正有此意 不远处 一个头顶身 有一根金色犄角的青年男子点头 身材很高 发丝浓密 面孔上有些腰纹 他名金星 来自金角星域 是一位非常强大的妖仙 身后跟着一些破现者 随意汤浑水 会死人的 王轩开口 金星五官立体如刀削 额头上腰纹发光 他站在远处 没有退走的意思 手中出现一笔仙刀 表明强势的态度 他看到了地上的血迹 也听到了几人的对话 认为场中心出城的男子 威胁实在太大了 需要先联手干掉 洛胜的血肉 辐射异常的仙道能量物质 看起来十分危险 也在对熟人喊话 周耀 过来吧 一起狩猎 这里有个很可能是 四次破现的人类 异常罕见 是你们星妖最想参照的肉身 一团神圣星光中 有朦胧的人形 划破迷雾 接近此地 在他身后 一跟着一些光辉缭绕的朦胧身影 星妖 诞生在星河内部 是一个强大特殊的种族 附近来了不少破现者 审视这片地带的几人 有人驻足 安静地等待场中 展开血腥厮杀 也有人很现实 考虑怎么活下去 因为自己所在的队伍 被打残了 各位 还有谁要一起下场吗 贡猪此聊 年末喊话 他来头很大 却一而再地拉人下场 对王轩非常忌惮 侄女没有说话 看向附近的破现者 眉目如画 表情无比生动 四野在鼓励破现者一起出手 在此过程中 王轩不在乎 自顾在大雾中穿行 双目中有符文流动 以精神天眼观察 看谁有棋子 或许 在宏大的棋盘中 只有的他 双目不被阻挡 能够看清各种真实状况 他见到 地平线镜头 极其遥远的边缘地带 有很大的眼球转动 巷里窥视 但对方四野望不穿这片大雾 他发现 燕雀和安红 奇妙等人很稳 躲在一边 没有随意出击 已经将那被他重创的 银发女子刘光给带住了 他也见到 附近有人在布置法阵 明显是野心勃勃 准备做渔翁 最后关键时刻来猎杀 人生百态的缩影 各自的选择不同 机械兽 你和孟龙仙不用急着出手 注意附近的风吹草动 便宜的双头人开口 他身材格外高大 阴阳二气流转 两颗头颅上的发丝乱糟糟 但真的很强 拎着鲜铁棍 稍微晃动 就压他虚空 市场中最厉害的几人之一 他的两张面孔 都带着对生命的漠然 道 各位 该狩猎了 还等到什么时候 需要这么多人狩猎他吗 值得兴师动众吗 金角妖族的精心问道 他还是颇为自视的 他真的配吗 有人附和 刚刚感到 不明状况呢 不配也没什么 他身上有棋子 大概不少于十枚 开始吧 击比他后瓜分 洛胜开口 此时 王轩也止步了 扫试完所有人 知道棋子的分布情况了 各位 猎物不满意了 小心困兽之斗 侄女开口 他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毕竟来自止声店 他活不了 这么多人一起下场 还能让他反噬 甚至逃走不成 心腰中的围守者 周遥开口 立身之地 星光璀璨 王轩看着他们 没有什么情绪波动 相当的平静 到猛虎独行吃肉 猎狗群居吃腐 他这么无波无澜 一副从容的样子 让一些人 脸上杀意浮现 冷笑连连 狠话 怪话谁不会说 有人没忍住 心头冒火 到 各位 还等什么 他配说那种话吗 你我都是各自心欲的破线者 走在同辈的前面 这要是让他走脱 真丢不起那个人 丢不起那个人 那你就去死 王轩开口 并且动了 驾驭雷电 浑身都是羽化之光 速度超乎想象 他的身体让长空塌陷 发出可怕的大爆炸声 一下子就来到那个人不远处了 举拳就轰杀 这一刻 王轩无比强势 事实上 其他顶尖强者 早已准备好了 他刚一动 就从四面八方封锁他的道路 一起向他下死手 奈何 这是王轩在起战端后的手杀 不想第一击就落空 因此全力以赴 接连动用了数篇至高经文 万仙杜杰取 无差别攻击 牵引出堪比成仙杰的闪电 接着 一块又一块金色竹简浮现 构建出一条通道 让他似乎摆脱了空间的束缚 王轩从时空中挣脱出来 到了那个人的眼前 一拳砸来 这片棋盘道场都在跟着轰鸣 刺目的光让此地炸开 比金色的娇阳更为璀璨 这个人竭尽所能 全身绽放冲销的仙光 异宝 神通 护体仙道规则等 一起共振 全部被催动到极尽 可是 在无量光中 两人虽然身形相仿 但王轩却仿佛是天神 在漠然地俯视一头困兽 给人不可对抗 至高在上 神圣无比的感觉 扑 血光四剑 这个人被王轩一拳打得四分五裂 在半空中二次爆开 连带着护体的仙气等 跟着瓦解 王轩立身虚空 周身通明 光芒万丈 转身后迎向所有对手 下一刻 他从原地消失 那里被铁棍砸崩 被岁月之刀展开 有一张燃烧的黄纸 摧毁虚空 这些人都一起动手了 此前交过手 知道他不好惹 至于后来者 直到这一刻才惊醒 瞳孔收缩 感觉刚才死的人不冤 单独对上这个出臣的青年男子 真不是对手 来啊 王轩击杀一个破陷者后 横贯长空 像是投掷出去至强神矛 无间不摧 绚烂刺目 逼近侄女 出自止胜殿一脉的人 神感无比敏锐 刹那避开 寄出一张点燃的黄纸 当中有刺目的规则纹理 坟断虚空 但是 在解锁的王轩面前 纵然他是极其吸针的仙传 也不足以拦住他的脚步 杀意沸腾的他 一把就抓在了手里 猛烈一丝 仙道浮转崩溃 规则之力四散 后方 双头人的仙铁棍再次砸到 同时有星妖周要寄出的一挂星河 向着王轩后背轰去 此外 金角族的青年男子 精心劈出的长刀 其血量刀光斩碎虚空 更有落胜催动的黑葫芦 喷涌刺眼的仙光 王轩在瞬移 认准一个人去猎杀 盯上了侄女 这片地带 猪熊如同闪电般一动 超出普通人的想象 连思维都跟不上他们的肉身速度 这个级别的战斗 专属于他们 其他针线到来的话 恐怕也只能后背发寒 顷刻间就会被收割性命 天雷轰鸣 密密麻麻的闪电 向着侄女劈去 他身发诡异 不比那头纯血梦龙慢 每次在远方的虚空中 都会有燃烧的火堆出现 火光中黄指翻飞 将他接引走 有意思 你们这一组 王轩露出异色 但是杀意未减 再次观想金色竹简 构建时空道路 下一刻 一块又一块竹简 出现在他的脚下 延伸向远方 直通侄女进前 他摆脱不了王轩的追击 终于 他被追上了 面对的是羽化拳和斩道剑 王轩不会留情 右手拳硬 左手剑绝 无坚不摧 轰隆一声 在他的面前 有数张燃烧的符纸出现 规则之光无比耀眼 但是都被他打得崩溃了 激烈交手间 侄女必无可避 在和王轩的近身搏杀中 洁白的拳头燃烧 换成符纸 然后手臂炸开 王轩有些意外 他居然硬汗多次 不过也差不多了 羽化拳照亮满是大雾的天空 直接击穿了他的身体 虽然是指人 但是却有血液溅起 王轩惊讶 指人体内有五脏 也是指弧的 等比例成形 现在心脏炸开后 烟红点点 这一拳打得他五脏焚烧 战力下降 画成一张又一张纸片 飞向四面八方 竟有这种逃命本领 侄女分解 画成漫天的符纸 到处都是 并有声音传出 今日你如果不死 将来会等到我真身清零 王轩冷笑 无惧 全光带动雷火 轰向逃散的那些书写 有先到符文的纸张 顿时让一些纸片崩碎了 这个层面 我当时无敌 岂会怕你 他简单而自信地回应 再说了 找到他吗 超凡大宇宙 大概是查无此人 因为他的真正原神契机 还从来没展现过 以原神光果大法改变了 在王轩追杀侄女时 他的身后 那些顶尖奇才也杀疯了 追逐他的身影 各种仙道规则之光 还有兵器等 都招呼过来了 给你们脸了吗 真觉得能力杀我 王轩转身 换了目标 此时侄女没什么威胁了 下一刻 刚冲到境前的心妖周耀 遇上了他 周耀虽然避开了他的原神之剑 但他的族人 四名心妖 却都落入王轩再次施展的 秀丽乾坤中 猛然一阵袍袖 星光点点 那些人全灭 啊 你找死 周耀嘶吼 然而 当王轩凌空一脚扫来时 他以心灰铸成的手臂淌血 手指全部炸开了 周耀胆寒 当的一声 王轩徒手挡住鲜铁棍后 看着双头边一人 道 有两颗脑袋是吧 都给你揪下来 但下一瞬间 他攻击的目标 却是金角妖族的金星 全映轰鸣 如先天神奇 在面对丛林中的猛兽 以俯视的姿态出击 啊 金星惨叫了一声 捂着独角 那里有血液渗出 他那根号称可刺穿 同击所有对手的金色独角 被王轩的掌刀 生生削掉一截 什么怪物 他又痛又怕 他是三次破陷者 可是上来就负伤了 另一边 年末施展时光领域的大神通时 被王轩凌空一脚 踏破那璀璨的岁月符文光幕 导致他自身被反噬 瞬间 苍老了熔岩 漆黑发丝雪白 满嘴雪墨子 横飞出去 这究竟是谁的猎场 几只破陷者的队伍联手 结果现在 却在被反猎杀 所有人都意识到 今天要出大事 第708章经文流转不见敌 这是谁的主场 说好的一起狩猎呢 到现在为止 反倒是他们死的死伤的伤 年末白发如雪 接连可雪 他全力向后退走 时光碎片载着他 接二连三的瞬移 改变方位 纵使这样 他也隔空挨了一拳 那是一挂星河般的绚烂全光 轰落在他的身上 时光符文都被撕开了 他蹊跷都在向外躺写 身体剧烈晃动 瞬移了五次 不断地改变落足地 其身体也跟着多次 溅起星红的血液 他的身体出现可怕的裂痕 胸膛上更是有一个 发光的权硬 抵在在心口 那是对方不灭的权硬 隐隐发光 他就要爆开了 即使这样 他也没有脱离危险 不断用时光规则去磨 才让发光的权硬渐渐暗淡 扑 但最后那晶硬的权硬 还是回光返照 给了他胸口一下 他胸部略微凹陷下去 裂痕胶织 血液溅起 所有人都觉得惊悚 隔空一拳 打得年末差点暴体 这真是有些强的变态了 甚至 有人严重怀疑 这不是羽化灯仙阶段的人 而是有天极生物不讲究 出现在棋盘战场中 远方有贡主鸭阵 甚至有古代大贤 出现在祭天之地 再看一个神秘生物祭练手臂 涉足遇到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 真有天极生灵 敢不顾身份来虐杀他们吗 王轩瞬间转身 因为有人持着极其强大的 仙道棋宝在攻击他 洛盛这次没敢以大手印拍来 早先被击穿过一次手掌了 现在他寄出一个通体乌黑的葫芦 仙道规则符文 布满了黑色棋宝 葫芦嘴那里 喷薄乌光 那是恐怖的剑气 也是具有强辐射性的特殊能量物质 黑色剑气威力惊人 当中蕴含着天煞 属于罗浮星域的特产 那里有大量仙矿 出产仙晶 更是有半生矿物 天煞 王轩脚下发光 出现一条由符文构建的光路 密布着仙道符文 他迎着可怕的黑色剑气 直接杀了过去 他也发动剑气 周身毛孔张开 他立身在剑轮中 全身都在绽放刺目的剑芒 无差别攻击 黑色的剑气 瞬间就被打没了一片 葫芦宇宙 剑气化海 洛盛开口 指出黑葫芦 瞬间 葫芦嘴中喷出的黑色剑气 变得柔软了 弯曲了 一片星海浮现 由乌光构建而成 旋转着 黑葫芦演化宇宙 那里缭绕着一圈又一圈星河 向着王轩撞去 周要助我 洛盛开口 呼唤星妖出手 他自己也在疯狂催动 仙道物质 轰隆一声 无尽星光涌动 周要诞生在星河中 和那黑葫芦演化的星海 可以共鸣共振 增强威势 大家一起动手 还等什么 困住他 打杀这个异类 我怀疑他 根本不是四次破线的人类 而是天极生灵潜伏进来 年末大吼 哪怕是苍老了熔岩 染白了发丝 他也在出战 鼓动附近还没有下场的破线者 倒 他如果赢了 可能会杀死所有人 他催动出密密麻麻的时光符文 注入乌光闪耀的星海内 跟着一起围剿王轩 与此同时 金色独角被斩断一截的 三次破线者妖仙惊心 原本有些悚然了 但是现在也咬牙杀来 他的头上出现一座九层仙塔 守护金色犄角 无间不摧之物 现在居然被保护起来了 他手中拎着一柄血亮的长刀 跟着攻击 而天穷上 变异的双头人 始终站在高处 自上而下 轮动仙铁棍 使之便长到数十上百里 向着王轩砸去 震随虚空 便是化成漫天纸片的侄女 也在献处出来 浑身掀到文字流动 那些纸片合一 组成挺袖的仙体 向前攻来 他们各自都有一支队伍 现在队伍中那些破线者 也有部分人参与进来了 这次真正形成合力 共列王轩 看 他的剑轮被压制了 管他是举世罕见的四次破线者 还是神秘的天极生物架龄 在这么多奇才的围攻下 也一定会被打爆 远处 有破线者开口 颇有些激动 恨不得也下场 嗯 他被压制了 那么多人 各自队伍中的破线者 也都跟着下场 还杀不了他的话 那真的无法制衡了 人们看到 黑色星海起伏 随那件葫芦共振 还有其他人注入的法则 将王轩淹没在当中 那是一位又一位 破线奇才的仙道法则 各自的本源符文注入后 那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决定 人们看到 乌光中那个暗淡下去的身影 其羽衣破裂 再爆开 袍袖等都早已化成灰烬了 他似一个亮枪 消失黑色的规则星海中 落幕了 三次破线者联手 不要命的攻击 确实无解 你们看到了吗 他应该是被规则吞噬了 观战者中有人开口 其他人也认为 四次破线者 即便没死去 也快消亡了 各位 我愿去添砖加瓦 我与年末世旧时 得去帮他 有人审时夺势 在这关键时刻下场 同去 另有几人跟着前进 现在选择战队 主要是为了避免 被几个厉害人物 事后针对 但是下一刻 他们就后悔了 刚杀到场中 尽上一份力气时 却发现黑色的星空中 有一道身影毅力 并未倒下去 哪怕王轩身上的羽衣 烂掉了部分 但是 他依旧如魔神般站在那里 一动未动 似在体悟着什么 终于 那里亮起光芒 人们看到他的状况 在其四周 共有54块金色的竹简 竖立着 悬浮着 和他共振 他像是在参悟精篇 而在他脚下 有一块石板 上面 也写满了文字 并有真形 和他共鸣 亦是在交感和参悟 金色竹简 石板经文 都是王轩收录的至高点击 在次具现化出精篇 用来对付敌人时 让他也有了进一步的体悟 不过 这终归是在战场中 他短暂参悟过后 没有大意 直接开始出击杀敌 54块金色竹简共振 光雨灿灿 将那雾光旋转的心海撕开 气冲斗牛 如同在击散满天乌云 王轩确实感受到危险 以及压力 这片地带有 破陷者不断加入 正在构建一片小宇宙雏形 各种仙道规则交融 必须得打破 整片雾光流动的 黑色宇宙雏形 全面崩溃了 震耳欲聋 仙道规则被撕断 原地只有一道身影 穿着破损的羽翼流下 王轩挣脱了出来 而且是以一种霸道的方式 强势破开禁锢他的心海 五十四块金色竹简旋转 将那漆黑的葫芦搅碎 洛胜可雪 精神违靡 那个黑葫芦 是他未来的成道之物 寄托着他部分元神核心印记 两者一同成长 但是现在葫芦毁了 他的灾难和危机才刚开始 长空下 大雾中 王轩具现出的石板经文 承载着他 划破时空 刹那杀倒 王轩四正拖了时空的束缚 直接出现在洛胜的眼前 一拳而已 轰的一声 光芒滔滔 将这位元神受损 出了大问题的高手 打得爆开 强伏射性的特殊仙道物质溃散 血与骨崩开 啊 洛胜惨叫 他竟未死去 在远处重组了身体 凝聚出元神之光 再现出来 那是一种再生术 让他有死尽而活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王轩再次杀到 大手探出 法体恐怖 他一把抓住此人 扑的一声钻成血物 对方还想接再生术出现 结果失败了 被王轩的右手一把抹杀干净 血物焚烧 形神俱灭 刚进入这片战场的人 最为惊悚 才站队而已 结果局势逆转了 让一些人脸色煞白 还想走 王轩右手一扶 54块金色竹简变大 经文流转 文字密密麻麻 封锁虚空 每一开金色竹简都变大了 像是碑灵 组成法阵 将年末 以及一些破线者 困在当中 经文翻篇 竹简共鸣 年末奋力挣扎 怒吼着 催动岁月久斩 可是却斩不开那里 扑 扑 扑 他与一些人 被锁在金色悲灵中 在王轩全力观想 与巨线的至高金片间 文字如刀 不断飞出 扑扑贯穿他们的躯体 留下大面积的血污 王轩一冲而过 与金色竹简和鸣 导致这片地带不见敌人 全部在血光中消失干净 喂 金角族的妖先金星 转头就跑 他就在附近 结果一只大手探出 向他的头颅抓来 他嘶吼 身体暴涨 腰气沸腾 掀到规则焚烧 拼命对抗 头上的九层仙塔 更是撞向对手 那座仙塔 被王轩一拳贯穿 打得崩碎 王轩一把抓住 对方的独角 直接提起 啊 精心挣扎 心惧 奋力对抗 咔嚓一声 他的独角断了 他如同壁虎断尾求生 最坚硬的鸡角 没了 嗯 王轩转身 这些人中最勇猛的 还属那个变异的双头人 没有头 立身数十里外 一棍子朝他劈来 王轩的法体变大 抓住这条仙铁棍 猛力夺了过来 而后他化成一道流光 冲向双头人 他和变异双头人数次碰撞 手持铁棍 将双头中的一颗打爆 你还想走 王轩突然回首 看到侄女化成流光 冲向天边 他将那夺来的仙铁棍 荡成长矛来用 贯穿长空 扑得一声刺穿侄女 猛力一震 让他炸开 漫天纸片焚烧 灰烬飘落 你也走不了 王轩侧手 看向另一边飞断去的 心妖周耀 但凡想逃离这里的破线者 都是他先出手的目标 这一次他轮动铁棍 隔着数十里 带动着仙道规则 光芒滔天 扑得一声 将心妖周耀打得爆碎 第709章天级 心妖中三次破线者 周耀 道横高深 明动一方心欲 确实非常强 但被王轩一铁棍就打爆了 妖血四箭 啊 他在远处再现 大面积的星光从天外落下 让他那里一片朦胧 他大口吞咽 艰难复苏 心妖 诞生于宏大的星河中 其中的顶尖一种 号称星光不息 妖身不灭 与日月共岁月 同宇宙相依 周耀 身为三次破线者 自然算是一种 从死境中再生 接引现实的心灰 那里白茫茫 可惜 便是复活过来 妖身不死 他也难逃一截 那根粗大的铁棍 带着仙侠 鲜艳而灿烂 一力破万法 瞬息间 轰进了妖气如海的星光中 周耀二次爆开 妖血冲天 带着一位顶级 大妖不甘的怒怨 他焚烧星魂挣扎 还是不想死去 瞬移到远方 然而 任他再怎么转移 那条铁棍 都在插在白茫茫的星灰中 定住了他的星魂 扑的一声 铁棍鲜光爆发 最后一次震动 将号称有最难消亡的一种星妖 彻底打杀 又一位富有盛名的超凡奇才死去了 震撼人心 年末 洛盛 周耀 哪一个不是各自心欲同辈中的名人 都是三次破陷者 结果全都死在这里 此时 最为发出 与最为后悔的 当属最后时刻选择入场加入进来的人 战局瞬息万变 他们站错了队 这好比天下即将解放 大一统的前夕 他们跑到对面的阵营中 结果现在尴尬了 心中惶恐 这些选择跟着年末 洛盛等围剿王轩的人 无比苦涩 能再做一次选择吗 但无论怎么看 对方都没有放过他们的意思 他们不想死 有些人再逃 有些人负于顽抗 上先 我来自罗夫新玉 居于天外福岛 为罗夫共主的后裔 有人喊道 想要归顺 扑的一声 王轩入雷电般划过长空 没有留情 落过这片地带时 一把将他捏爆了 别说后裔 就是共主亲孙子参与了围攻 他也照杀不误 他连罗夫新玉的洛盛都杀了 还会在乎多杀一个 比他们来历更大的侄女 出自指声殿 也照样被他一铁棍刺穿 打成漫天焚烧的纸张 灰烬随风消散 还有他什么不敢做的 迷雾中 破陷者的血液赤红 灿烂 齐燕 羽化登仙这个大境界的顶尖超凡者 接二连三地被人击毙 棋盘战场中 这次的围猎 被彻底颠覆了 或许也可以说 一个人在围猎猪墙 现在 哪个破陷者想逃离 哪个便会被优先猎杀 这让附近所有人都胆寒 这是非常可怕的画面 一道身影而已 凿穿整篇战场 场中 头最硬的那位 也终于扛不住了 变异的双头人 重新被王轩盯上 敲碎一颗后 又长好了 王轩回身看向他 这一次 双头人不是反被自己的铁棍敲 而是真的 被天空中探下的那只大手 扑的一声揪下来一颗头颅 我 可以说 双头人在几名三次破陷者中最硬气 但现在也遭不住了 对方实在太粗暴 尽管他在死磕 血勇非凡 但也受不了这个 真他嘛 是硬拧掉他的头颅 让他这个粗犷如同食人魔般的壮汉 也是心态崩了 即便他有两颗头颅 也适应不了这么血腥残暴的画面 这是脑袋 不是西瓜 双头人第一次开始逃顿 但是 很快他就爆了 血和骨四溅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不得不说 阴阳二气流转 出现在一个人的两颗头颅中 确实超乎想象的墙 自身就能实现到责上的某种圆满 阴阳共济 生生不息 王轩连着出手 四次揪下他的头颅 三次敲碎他的脑袋 但他又都再生出来了 头最铁的双头人 惊怒交加 真遭不住了 这个四次破陷者 分明是故意的 真当采蘑菇呢 一次又一次 破 最后一次 王轩不想继续了 拎着抢来的铁棍 反手就是一棍 将他全面打爆 血和骨消融 磨灭 王轩转身就冲着 最后一个三次破陷者去了 盯上了金角妖先金星 金星审视夺势 看到谁先跑谁 就被敲死 他一直躲在远处 没敢乱动 但现在还是被找上了 我败了 认输 他尝试沟通 如果无果的话 他宁愿自爆 他可是亲眼目睹 这个四次破陷的神秘超凡者 将双头人的头颅当泡捏 这谁受得住 果然 对方没有止步 横穿虚空 站在一块金纹流动的石板上 像是超脱在时空之外 杀过来了 我报了 他倒也果断 自身先烈未尽 不想被对方折腾 不过他动作稍慢 被抓住金色独角的断根 直接被连根拔出去 这种疼比自爆还要痛苦 嗯 王轩回首 停下动作 看向一个方位 双头人活了过来 生命力实在太顽强了 他从地面残留的一滩血迹而生 阴阳道则交融 再次复苏 当然 这不是让王轩转身的最主要原因 到了这一步 这里没什么威胁了 无论是双头人 还是金角族的金星 是生还是死 都不怎么放在他心上 活了也能再打杀 参战这些人的棋子 都落在他的手中 此局在他眼里已经落幕 真正让他重视的是 有人穿透棋盘光幕 从外面进来了 并且无声无息 有一根黑色羽毛飞来 散发的气息 比这里的破线者都要强 王轩弹指 枪的一声 击在这根黑色羽毛上 他无声退去了 看得出对方没有死磕的迹象 只是试了下 天极生物 也就是暮天境界超凡者 闯进来了 不远处 金角腰先金星 顿时有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但是 他现在裂了 他很想大吼一句 为什么不早点进来 砰的一声 他大半截 身体都炸没了 哪怕他竭尽所能的挽回 还是四分五裂 但他终究是没死 他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那种羽毛 还有远方出现的恐怖波动 应该是天际生物入场了 王轩不意外 早先时 他就看到淡淡的光幕外 有巨大的眼球向内窥视 有超越真仙的生灵响进来 不过 外面的人 那时也看不透大雾中的状况 是同道吗 了不起啊 比我先进来这么长时间 大雾中 有人如同星空倒影 从棋盘边缘地带 突兀出现在眼前 这是一个神秘生灵 立身在一团乌光中 羽翼若隐若现 大概是一头天极凶情 不过相当随和 没有再出手的意思 王轩意识到 对方误会他的境界了 但他也没否认 道兄也不慢 他回应道 这里有神秘棋子 蕴含着一部 可以让真仙走向遇到话的经文 乌光中的天妖问道 他自曝姓名为乌天 这种名字不怎么让人相信 甚至王轩觉得 他的黑色凶情本体 都不足以表明身份 疑似附体而来 是有这样一部经文 王轩点头 乌天开口 这样如何 我想看一看这篇经文 咱们共餐 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 我会给你补偿 你拿什么来换 王轩问道 他有预感 还会有天机生物进来 如果能平和解决问题 得到更多的造化物 他并不想再出手 所谓遇到话骨块 经文 人痞等 都非骨本 特殊的场景中 一些突然出现的虚空事件 都出现过 当然 这个级别的物品 确实极其稀少 每次出现 都会伴着血雨腥风 我有一块头骨 七等级 你懂得 可以让道友观摩 但不能送你 果然 这个天机生物不简单 正在微笑 你随身携带 王轩差异地问道 是 我近来就是为了和某些 有机缘的道友 互通有无 乌天点头 如果人人都如道友这般和解 哪里还有什么流血争斗 王轩点头 如果能交换 他还是很乐意的 他想多收集一些 和遇到话有关的骨块 对照某些金片印证 西纪有朝一日 全身都遇到话 而不是局部 还有一些棋子遗落在外 道友帮着收集下吧 王轩开口 分担下任务 可以 天乌点头 墨入大雾中 也开始帮助收集 道兄 上天有好生之德 取走棋子就是了 莫要再杀生 王轩叮嘱了一句 他是怕对方将燕雀 安红等人收割掉 想了想 他觉得自己 还是亲自盯着点为好 附近 所有人都无言 简直了 这些破现者很想问一句 这些话 你怎么说得出口 被拔掉过金角 和被揪掉过 脑袋的两人 都神色麻木 然后 王轩又盯上了金角妖仙 以及不远处的双头人 顿时让两人脸色变了 嗖嗖 远方 接连进来两道身影 刹那就来到了这片战场中 看到满地是血 他们在人群中找了又找 一个破现棋 才从暗中走出 来到这两人面前 道 四叔 这里有遇到化金片 但关键物大多都落在他的手里 哦 道有真实好手段 提前入场了 两名天极生灵开口 看向王轩 王轩对他们点头 道 早先意外进入此地 那名奇才快速和两人传音 暗中禀告这里的流血冲突等 两位天极生灵点头 笑了笑 道 我们也参与进来 如何 合作共赢 四叔 六叔 你们两个联手 完全可以拿下他 然后再和那个乌天合作 还能够得到一次观摩旗鼓的机会 这个破现棋 暗中以神识传音 王轩直接截听到了 神感异常的敏锐 道 是这样吗 一人摇头 道 道友 我们是有意合作 但你仰仗天极生灵的身份 在这里 烧了止声殿的嫡系 击毙了时光胶的年末 斩了一种心妖周妖等 大概率要出世 第七百一十章书 道用十方恨少 上章无天 提及旗鼓的笔物 以纠正 王轩怅然 要换一片星空了吗 在平天书院待得很好 但为了此地的遇到话经文 他在这里留下一些痕迹 他想试着补救下 一会儿指路为王 然后 他才回过神来 看向两人 道 何以至此 道横高深也是错吗 这些真仙领域的奇才 想跨大境界斩杀老夫 无无奈自保 事实上 他在不足两百岁时 肉身成仙 绝对属于羽化登仙境界中 非常年轻的一位仙行者 但是 其他人不知道 有些破仙者真就信了 以为是个老怪物混进来 变异的双头人 虽然最为投铁 硬气 但现在听到此语后 先是精神恍惚 接着暴怒 揪他脑袋的 是个天际生灵 外面有贡主及强者 有个心欲的天际生物 真有人这样来虐杀 他们带来的后辈 肯定不答应 金角妖仙金星 也是满腔怨愿 这人不是四次破仙者 而是个老家伙 他只恨自己的叔父 怎么没进来 当然也有人在怀疑 其实此人就是个四次破仙者 自身境界到了真仙的中后期 经此加成 比肩天际生物 此地的两个天际强者 也都露出一色 他们也拿不准 此人到底什么来头和跟脚 四叔 六叔 如果他是天际超凡者 那就更应该拿下了 旁边的年轻男子 暗中传音 你不要坑说 王轩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这个眉心 有紫色菱形晶体的男子 顿时觉得脖梗一凉 到现在才意识到 他这样以神念暗中传音 对方能截听到 他名为紫玉 来自灵族 属于奇妖中的一种 是带着浓郁灵性的紫物 化形而成 事实上 他们这一族 都源自一口鼓动 那里紫气翻腾 直接诞生出一个 格外强大的族群 有人怀疑 那口鼓动有大问题 但是 没人能探究 该族不仅成为 自子灵新玉的共主 祖洞中更是大贤 有义人 王轩对紫玉有印象 早先别人围猎他时 此人身为三次破陷者 并没有参与 但却在远处布置法阵 想要做最后的渔翁 但最后渔翁实化了 愣是没敢有任何动作 灵族的两位天级强者闻言 不禁皱眉 看向王轩时有些不满 什么坑说 到底要不要留下此人 去向止胜殿和时光教是好 那绝对算是两个可怕的道童 尤其是止胜殿 传说和旧生有关 光雨洒落 烟霞蒸腾 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又有天级强者到了 肉身中有强辐射性的仙道物质 不用谁介绍 人们便已经知道 它来自哪里 必然是罗浮星域 那里有大量的仙矿 初产奇物 此地超凡者吞噬矿中的特殊能量 辐射一变 修行体系特殊 我失职落胜呢 表明身份 金脚妖先金星 越发心理不平衡 为什么别人的族书 或者诗书都进来了 唯有他孤零零 性命都快不保了 他叹气 书到用十方恨手 现场安静 很多人都在暗中看着王轩 苦主的诗门来人了 有问题 这名走辐射道路的天级超凡者 扫视所有人 然后问林族的两位高手 道 两位道友 你们应该知道吧 林族的两人对视 微笑示意他问王轩 两位 路走窄了 王轩瞥向他们 我们没有恶意 也很想知道真相 你究竟是四次破陷者 还是天级同道 林族的强者开口 王轩轻叹 轻轻一震 身上的破烂与一化成飞灰 他很平静和从容 换上了一件崭新的衣袍 一昧斩动间 他说不出的空明出尘 无喜无忧 如果有人找不痛快 将路走窄 他不介意都杀了 天级生灵又能怎样 他新穿上的衣袍 自然不简单 藏着第一杀阵图 这么暗中劈在身上 宽大袍袖飘动 他由若折仙 但却内运大杀气 你杀而落胜 而且 你应该是一位天级强者 当斩 走辐射道路的男子 神识强大 杀气实质化 如果王轩是四次破陷者 他们这些人不好干预 各自都是带后背过来的 同层面的对决中 有人死去 怪不得别人 但是眼下 他不想给王轩辩驳的机会 先定性为天级生灵 在这里直接打杀掉就是了 王轩刚要开口 那男子直接摆手 道 你不要多说 事实摆在眼前 不容你狡辩 既然这样 道友 我们两人也不得不出手啊 你过见了 灵族的两位强者微笑 也要下场 两位 路没了 王轩看着他们 他这种淡漠 还有平静的语气 让灵族的两人心头一跳 同时感觉很腻歪 来自罗夫星域的那个男子 第一时间出手 右手流动天级规则碎片 像是一方天穷坠落 向着王轩拍去 对不住了道友 得拿下你 灵族的两人也动了 打定主意了 缉拿此人 向指圣殿去卖好 王轩一闪身 避开他们 没入大雾中 你走得了吗 罗夫星域的强者 脚下出现 辐射性极强的五色云朵 载着他瞬移 并且 他的大手瞬间遮天 急速放大 前方广袤的天地 都在他的笼罩范围内 刹那间 王轩驻足 在大雾深处转过身来 独自面对三大高手 看着从天穷上 压落下来的手掌 神色冷冽 他挥动袍袖 这次不是什么秀丽乾坤 而是一脚正途 他不想泄露什么 想自然而又快速地结束战斗 扑 天空中 那只大手被一脚袍袖打得炸开 血雨纷飞 男子 整个身去一个亮呛 剧痛钻心 他直接暴退 但是 已经晚了 王轩的宽大袍袖猛的一兜 将他收进去了 这次 王轩再次震袖 和以前意义完全不同了 他在催动低杀阵 绞杀一位天极高手 点点血液落下 被他从袖子中甩出 但在虚空中 又被杀到符纹覆盖 磨灭个干净 人呢 灵族的两大高手也追下来了 前后脚而已 一位天极高手就不见了 两位 我都说了 你们的路没了 王轩开口 再次以杀阵图横扫 大袖一盏间 将两人覆盖 第一杀阵图极为恐怖 即便当初穿越到 这片大宇宙时破损了 但至高纹礼胶之间 杀天级生物 也没什么问题 瀑布 两股血光冒出 而后化成飞灰 这两人也毙命了 王轩转身 回归战场时 灵族的那个三次破线者 紫玉顿时震惊了 怎么是这个人回来了 我四叔和六叔呢 他失声问道 死了 王轩说道 然后一把向着他抓去 不可能 紫玉不敢相信 他那两位族叔 实力分外强大 就这么死去了 他转身就逃 两个叔叔都不过这个人杀 他如何能挡住 对方实在太变态了 可惜 他逃不掉 被王轩探出的大手 一把攥住了 抓得古断金蛇 满身是血 现在轮到紫玉后悔 有些自责 同时还有一丝不甘 两位叔叔连手都不行 他竟有了 金角妖先金星的心境 书道用十方恨手 此时 金星和双头人早没赢了 他们缺少叔子被关照 自然趁刚才的机会跑路了 王轩没入大物中 灭了紫玉的元神 而后对他改造 自身分化出去一半元神之光 以精神光果大法入主 又参考了圣灵体验者的手段 他重塑此人肉身 变化成秦城的模样 元神气质 也一般无二了 道友小心 王轩开口 自然是在指路为情 终究是对平天心玉有些不舍 试试看 能否蒙混过去 秦城点头 去找燕雀 安红等人 不久后和他们相遇 秦城 你跑去哪里了 我自然是去追梦龙那孙子 差点迷失在棋盘战场深处 看到了数场大战 我自愧不如 只能折服并退回 新出现的秦城叹道 这孙子哎 还在惦记我 远处 纯血梦龙和机械兽一路逃亡 又回到这边 听到了他的声音 他刚才着实吓得不轻 连他的大哥双头人 都被一个凶魔给揪掉了脑袋 愈生愈死 最后跑路 他自然更要逃 时间流逝 王轩和乌天同时找到这边 收脚棋子 王轩的真身 也算是和秦城同况出现了 给吧 年末 侄女 金角族的三次破陷者 都死在他手里了 旁边 秦城小声告知燕雀等人自己的见闻 几人的脸色都变了 形势比人强 在此低头上贡 没有死磕的意思 毕竟是两位天级强者出现了 王轩想了想 等以后找机会补偿几人吧 不久后 所有棋子都收集完毕 瞬间 有惊天翻动的声音响起 有经一幅限虚空中 王轩和乌天微笑相对 然后 同时开始参悟这篇经文 并且 乌天取出一块遇到话的头骨 递给了王轩 暂时交给他观摩 到了现在 王轩确定 这个人相当的异常 有种非常独特的奇遇 乌天由凶情化行为人后 愈发从容和镇定 他敢带着无价奇物到此 来和人交换造化 底气和胆破 都结舍他的非凡 好 好